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事都找到什么人 故意 刚刚那面试官挺讨厌的 这个世界倒是什么人都有 你这么大度啊 为了生存呗 你看起来不像是个缺钱的人呢 怎么 公司破产了 我就随口说说 真的给我说对了 对 做生意破产 负债不上 我来这个城市就是想办法还债 不想脱离身边人 所以你是偷偷来这儿的 你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 挺爷们儿的嘛 改天再聊 我还得参加个面试呢 哦 拜拜 明思 谢谢你啊 帮我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其实你也不用谢我 还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喂 喂 你是不是在一个美术馆啊 你怎么知道 我刚出差回来路过的时候 看见你了 我先过去找你啊 哎 别别 怎么给挂了 小路 顾一哥 你新工作看起来真不错耶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感觉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云司介绍我来的 带培训班 学生多的话 钱还不少呢 那你现在是不是缺学生 对啊 没有学生就没有奖金 是啊 招生才给你奖金呢 我可以做你的学生 不过我得先考考你 先给我画一幅画像 顾一哥 你答应他吧 有奖金呢 我觉得这个考验也挺合理的 你就画吧 那我 给你们三个人多画 好 还是这样的好 有实力嘛 我就喜欢这样写实的 什么抽象的 卡通的 我都不喜欢 这样才见真本是吗 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 今晚我朋友再叫我轰趴 要不要起来 我可以把他们发展成成学生 我这边想把一个房间 改成画室 其实我挺想让你给我点建议的 顾一哥 我们公司要画一个强会 我可以跟老板申请 让你试试 可以的话 一晚上能中五百呢 干杯 干杯 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兴趣 跟我们顾一老师学画画 只要顾老师今天不喝多 我就跟他学画画 我跟一票 不过干喝酒都没意思 咱们玩个游戏 不过干杯 接下来可是绝杀局啊 如果子言投重 故意不光要喝光杯里的酒 还要额外再喝一杯 郭老师 明天上不上你的课 可要看你今晚 能不能清醒哦 失误了 我喝 你刚才属于失误 你可以重新投球啊 顾老师 这是怜香惜玉啊 顾老师是觉得 子言放水 顾一输给你 顾一你别瞎说我没放水 输了就输了 好 那我赢了 我赢了 你也没劲了 你再休息一会儿 我收拾一下 你为什么知道我是故意让着你的 你刚才那个眼神 还有你头球偏差得也太夸张了 那你为什么没拆穿我 因为我想了一下 你就是喝得有点多 虽然你还有点聪明 没有自作多情地坚持 说我故意让着你 可咱俩一个没枕头 一个没酒量 多有点菜 这个好好看 这有什么好看的 那个我宣布个事啊 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 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 你 你 还有你 话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啊 今天呢 我请你们吃大餐 你 我 你 你 你们等着啊 我这就去给你们做大餐 谁啊 我去开门 顾翼 今天晚上大餐都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房租有吗 房东啊 您怎么来了 交房租啊 你不让我还两天行吗 不行 要么交钱 要么搬出去 我真没钱呀 没钱 没钱吃大餐 要不我给你收收行李 别别别 那 那我住哪儿啊 去我那儿吧 我们家 我 我那儿每天都有聚会 人也多 多你一个也不多 去我那儿吧 我们家现在空了一间卧室 主要是领你上班的地方 很安静 我那儿还有个画室 你可以画画 看这些少许 你还能预料 精力大 尖宗 我还有点事 那我就先走了 快进来吧 喂 大家都到了呀 好吧 好吧 我马上来 我马上来 谷义 我得去一趟聚会 反正你就把这当自己家 然后你随便怎么玩 你要闲得无聊的话 你也可以帮我收拾收拾 但是我现在得走了 你不要再 quar Why don't you 郑子妍可真能吃呀 你不是 无聊的时候可以玩 输的人喝两杯 真会玩 编起郑子言 看不出来这郑子言 还挺厉害啊 这书也太醒了 买来都没看过吧 怎么连这个都有 这能有到在啥呀 调酒屋都有 行家呀 还挺甜 喂 喂 我喝多了 过来接我 我给你发位置 喂 我没钱呢 只能跑着去了 人呢 这定位不就是在这儿吗 肖露 不易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你管我 快点扶我回去 把衣服晾上 不是吧 大姐 你还喝 你昨晚都喝成啥样了 姑爷 你说我今天晚上还去聚餐吗 开心最重要 你自己做主 哟 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嘛 我大气 我哪大气啊 昨天我都折腾成那样了 你不但不生气 你还让我开心就好 怎么不生气啊 当时你死沉死沉的 我老生气了 谁死沉死沉的了 不过啊 一个小小的善意提醒 玩儿归玩儿 你少喝点酒 对身体有好处 行吧 我接受你小小的善意提醒 不是都说了吗 我不去 是哦 那确实是挺久没见的了 我不去不去 拜拜 我看你不是挺想去的吗 怎么不去啊 谁说的 我不想去 关键你能控制得住吗 你 能 你 你是 想喝点什么 我可以为您调制 你还会调酒啊 你稍微入点戏啊 你不认识吗 我是本酒吧最好的调酒师 可是我没带钱 怎么办 早有准备 用这个 必须给你沉浸式的酒吧体验 可是我不知道喝什么 你推荐一下 我推荐这杯 零酒精的果汁酒 零酒精 好意思叫酒 女士 为了您的健康 我 女士 昨天晚上忘记给你了 谢谢啊 你怎么不高兴了 我就想到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啊 没准我能帮你分担分担 等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吧 那晚安 那我回去睡了 嗯 姑爷 今天晚上谢谢你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还会做饭啊你 对啊我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我的室友可是星级米其林大厨 他叫我可多呢 星级大厨 对啊 他说我的厨艺可以当星级大厨了 那我有口福了呀 那我告诉你啊 只有在我心情好的时候 你才有口福 嗯 明白 谁啊 我去看门 嗯 顾艺 你逃不掉的 沈蕙星 看到我开心吗 有没有想我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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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